2019年集团公司牢固夯市专用汽车产业根基 在稳定产量的前提下 加大力度自主开发差异化产品16个 更新外观设计 增加产品的实用性和专业性 在操作上向智能化发展 受到市场的青睐 积极稳步布局发力商用车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 一年来集团公司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 正分夺秒推进新厂区三期建设 全年新增地252亩 完成投资3.8亿元 建设厂房15万平方米 目前中重型卡车生产线和轻量化 智能化高档环卫车生产线已顺利建成 综合科技大楼主体框架建设 已接近尾声 融合全球资源 买全球卖全球的愿望即将实现 一年来我们充分利用成立的品牌资质 厂房销售和产业链配套等优势 继续实施推进平台化凝聚效应 一些专业厂已成为成立专器的骨干企业 新厂25家专业厂全面投入生产运营 实现了在开放中合作 在合作中共赢的战略目标 一年来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销售模式 实行全方位多元化销售 坚持走市场化道路 全面开展不点与不往销售相结合的方针 同时向应急产业方向渗透 并积极寻找增量出口订单 不断拓展销售渠道 全年产销率保持在百分之百的最佳状态 2019年既是成立公司创建15周年 也是成立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这一年我们再次成功跻身于湖北民营企业100强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这一年我们扩大了朋友圈收获满满 先后与福田、解放、大运、江淮、江陵等主机场 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全面开创了底盘交易核心品牌 分别获得了全国最佳合作奖 创新销售冠军奖等巨大的成功和荣耀 总经理陈阿罗先后获得千奇邦千村十大标兵 和第四届储商大会杰出企业家荣誉称号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一代又一代成立人 所付出的智慧、艰辛和努力的结果 我们正迎来一个开拓创新、大潮澎湃的新时代 新的一年是成立集团创新升级 奋发作为的关键一年 我们将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引进和培养一批专业人才 强化产品提档升级 加快推进两化融合 抢占国内外专用汽车市场 2020年要完成产值70亿 争取达到75亿 实现成立四屋规划的开门湖 新的一年也是成立集团 四屋规划的开局之年 我们要树立必胜信念 坚持稳中求进 要以技术创新和专心升级为先斗 以新厂和成立重工 两个工业园建设为驱动 以经济责任制考核为手段 向高质量发展国际化发展方向迈进 到四五规划末 成立集团旗下汽车年产值要达到130亿 力章用五年时间再造一个新成立 新的一年也是百年成立 百年品牌再谋偏再布局再巩固之年 成立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提出的 建设百年成立的宏伟目标 将成为每个成立人的远大理想和责任担当 在未来一个时期 我们要加快发展应急产业 随着装备产业 箱式产业 环卫产业 微化产业 新能源产业等十个汽车产业集群 整个集团产值要向一千亿目标冲刺 去到成立 成功进入中国特大型汽车集团行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